主播各位觀眾 就在喬治亞洲投票選舉的最後一天 川普的兒子Erik Trump 來到喬治亞洲為他的父親 Donald Trump來造勢 我們現在正在他的造勢現場 而現在Donald Trump的兒子Erik Trump 準備走上臺了 我們來看一段現場的畫面 而且我們沒有任何強烈的女人 支持川普 是真的嗎 對 他每次都要贏 因為那是誰我們要成為 那是誰我們要成為美國人 我們要贏在經濟裡 我們要贏在我們的醫生 我們要贏在健康 我們要把錢還給回來了 我們要不斷被毀了 每個國家都在世界上 好 現場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川普的支持者是相當興奮 當Erik Trump上臺之後 他們幾乎是全程站著 在聽這個Erik Trump 在臺上的演說 Erik Trump他一開始也就引用了 這個拜登總統在前幾天說 川粉們是垃圾的 這樣的一個言論 用非常諷刺的話語 希望能夠團結現場 川普支持者的這個氣氛 團結他們的士氣 而且要求他們要把這一個 喬治亞州的票給催出來 因為喬治亞州是一個非常關鍵的搖擺州 而且呢在整個提前投票日結束的今天呢 目前已經有超過三百萬人投完票了 這算是已經創下了新的記錄 而下週二十一月五號就是非常關鍵的日期 現在川粉們聚集在這邊 只是希望能夠把川普送進白宮 讓他再次當選總統 而至於最後的結果會是如何呢 我們將持續為您掌握 以上就是在喬治亞州 Erik Trump的造勢現場 我們先把時間還給朋友們